HELLO 大家好,來到38題了 這一題是關於GS的運算 題目提供了A2 A6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資料,Thump to Infinity 小於二分一 我們利用這幾個資料,很快計算一下 AR,即是T2,等於這個 T6,第六個 term,就是這個 很快地解決到,R四次是16 over 81 R要留意,是正負2 over 3 而A,放回去解決,就會計算到9 over 12 9 over 32 那2個個個個案都是有正負的 9 over 32 她說Thump to Infinity Thump to Infinity 小於二分一 我們重新代表,就是這個顏色 如果用正數代表,即是2 over 3 和1減9 over 32 我們會發現算得到數是大於 maior於二分一 所以,我們就不用正數的Term 不要正數,要負的Term 可以嗎?因為跟回題目的要求,要小於二分一 所以現在我們,A和R就要負那個 就要選負那個 好,知道了這個背景之後,我們看看 如果是Tn就是ARn次方 ARn-1次,抱歉 我們想檢查一下,百分一會不會在 sequence 裏面 就會是這個,乘這個 我們發現,右手邊是負數 右手邊是負數 即是Low solution,Explanential function 不會出負數 所以百分一則不是一個 term 好,然後想檢查一下,第二個 case 究竟這個 sequence A1-A2 我們學ASGS的課,其實只有加沒有減 大家都知道,如果遇到減怎麼辦呢? 加減加減,我們就可以理解為減A2 再加A3 再加個負A4 如此類推 好了,即是說,common ratio 變成負數 即是把剛才那個正 剛才那個負三分之二就變成正 所以,可以用回它的式 第一次是這個 這個 接著,1-R Anti 10個 term 超過1-R 好了,用這條式按一按機 用這條式按一按機 應該按到是-0.8 是-0.83 對啦,負0.83 那就會小過負十分一 OK,所以Statement2是正確的 好了,Statement3又是要計算 先拆開這條 Statement3就是說 雙數的term sum to infinity是多少呢? 雙數的termsum to infinity 就是 今次的first term是A2 over1-R 那R就會是 隔了term就變成square 乘多一次 所以這個就變成4 over 9 OK A2代回了 就是3 over 16 將這些數字 整理一下 就會計算到是27 over 80 剛剛好代回了 就等於1 over 80 A6 所以Statement3也是正確的 OK 那這條答案就是DOT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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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